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主讲老师,朝代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移动电台热门APP的产品分析 我们下面来从表现层的这个角度 来看一看喜马拉雅FM,蜻蜓FM,还有荔枝FM 这三款APP,它们在表现层上的一些一同 那么下面这三张图呢,就是这三款APP的这个主界面 最左边的这个是喜马拉雅 中间的这个呢,是荔枝 中间的这个是蜻蜓 最右边呢,这是荔枝 那么从这个三款APP的首页来看 其实就能看出来了,三款APP在表现层上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在导航方式上,喜马拉雅FM采用的是 APP当中最普及的底部type导航这种方式 大家看,底部type导航 那么蜻蜓FM和荔枝FM都没有采用底部type 而是采用了顶部type 大家看,都是采用了顶部的type 顶部的type 那么蜻蜓FM呢,还出现了顶部的双type 那么从这种操作的便捷性来说 底部的type是用户最为熟悉的一种方式 也是用户在操作上最熟悉的一种方式 那么从功能布局上我们来看 喜马拉雅跟蜻蜓都把下载放在了一级入口上 这个是非常符合移动电台用户的这种刚性需求的 它都把下载搁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级入口上 但是我们看荔枝FM没有把离线下载 搁在了这个首页 而是放在了订阅里面 是比较奇怪的 入口比较深 那么从首页来看 三款APP都重在了这个推荐 大家看 都有很多推荐的内容 小编推荐 精品听单 分专题的这种推荐 本地的推荐 这是根据你的爱好推荐等等 但是从这种推荐的内容来看 大家看 那么显然喜马拉雅跟蜻蜓推荐的内容 第一更多更丰富 第二来说更具有信力 那么励志的这个仅有两条 命中率太低了 那么比较疑惑的就是蜻蜓FM 在首页当中没有突出自己网络电台的特色 大家看 在首页里面 你几乎看不到蜻蜓FM的主要特色 是网络电视台 网络电台 没有突出自己拥有的全国 甚至海外的一些独家的 独有的最全的这种传统的广播电台 他没有突出这个 而在这个喜马拉雅里面 随着他自己产品的丰富 已经推出了类似这种电台直播的模块 那么以后 如果说蜻蜓不在这方面巩固自己的优势 那么未来说不定就有可能被喜马拉雅把这个传统电台的这个优势的去抢走 这个是未来 青天FM能谋保证自己最大竞争力的一个比较大的疑问 那么从配色上来看 那么喜马拉雅配色最为的清晰 大家看 喜马拉雅这个是白色和这种橘色搭配 非常的清新 那么荔枝呢 是以这种纯的红色 包括这黑色的底作为搭配 也是比较经典的 那么荔枝的这个相对来说配色比较杂 而且显得比较暗淡 尤其的这些色块显得不够的清亮 灰色的按钮也比较多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表现层 那么表现层我们再来从这个三个最主要页面 也就是播放的这个详情页 播放的主题面 来对比一下这三款产品 我们说从播放页来说 荔枝FM是最差的 荔枝FM的专辑图片特别特别的大 大家看 它的这个图片是最大的 它用这种全屏的这种方式 不仅大 而且呢 在图片质量不佳的情况下 非常影响美感 相比来说 喜马拉雅还有蜻蜓都做的比较好 第一图片大小比较合适 第二来说 它没有那么粗糙 那么从这个播放按钮的处理来说 蜻蜓FM和喜马拉雅 同样要比荔枝要好 那么荔枝FM呢 还采用了这种米物化的这种模式 这应该是得有两三年前的这种设计样式 而蜻蜓和喜马拉雅都用了这种扁平化的这种设计方式 比较符合当代的这种UI设计风格 那么蜻蜓FM呢 产用这种一体化的这种背景渲染 整个的这一张模糊的背景图 加上这种配色 一种一体化的 而这种 喜马拉雅是上下结构的 那么虽然说 蜻蜓FM的整体感 更加的统一 但相对来说 喜马拉雅的UI样式 还是更加好一些的 还是能够分清楚上面是播放 下面是一些其他周边的信息 那么这个UI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那么再来看一看 这三款APP都有我的这个页面 在我的页面 三款这个UI上 也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在我的页面当中 喜马拉雅和蜻蜓都采用了 封面头像的方式 作为处理 大家看都有一个封面的头像 那么这种方式呢 是我的这种页面 目前来说比较主流的做法 非常有个人的这种属性 比较有归属感 我看喜马拉雅的这个 还有看这个蜻蜓的这个 首先说头像 它放在了这个左上角 那么这个位置 它没有和下面的位置区分开 没有搁到一个中心的这个地带 没有突出自己的这种 个人的属性 那么喜马拉雅的个人主页当中呢 还增加了个人成就和社交相关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 它发布了多少声音 听了多少个专辑 发布了多少专辑 关注了多少个用户 然后呢 它有多少粉丝 这些都是它的个人成就 这也符合喜马拉雅 作为最大的一个音频 音频的分享平台 一个它的产品定位 让用户呢 比较这种荣誉感和个人成就 也非常符合未来社交化 这种发展方法 发展趋势 那么荔枝FM呢 相对来说做起来是比较粗糙的 它的图标都是偏灰的 大家看 无论是图标还是文字 都用这种比较灰的方式去展现 首先是不利于识别 大家看左边这一排按钮 识别度相对来说比较低 再配上文字 让用户会觉得没有喜马拉雅 跟蜻蜓的这种彩色的图标 更加有这种识别度 那么下面来做一下 本次刻的小字眼 我们说仅从这个电台市场来看 每年的这个市场的容量都在百亿以上 而如今呢 这种车联网的概念快速兴起 包括三大运营商 4G的G站推进速度 都意味着未来 互联网音频电台的未来发展 还具有着比较大的这种商业潜力的 从13年14年以来 包括考拉FM 还有这个喜马拉雅等多家 在细分方向上有所不同的网络电台 都获得了资本上的一些融资 那么在文字图片 音乐和视频 这四项基本的传播媒介下 那么我们看一看 通讯 移动视频 都已经是一片红海 那么这三家 基本来说都是红海 一片一片 竞争非常的激烈 而唯独 商音这个模块 目前来看 BAT三大巨头 都没有着重的发力 在这方面布局 那无论是腾讯还是百度 他们电台呢 都做的不温不火 在市场上也并不是那么主流 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于整个 移动网络电台这种参与者来说 都是一件利好 未来呢 还有很大的这种发展空间 那么如何在这种 创业型公司之间的竞争当中 拔得头筹 充分的占据这个市场 可能未来一两年 就会有分享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做好差异化 如何才能抓住 自己的目标用户群 解决用户的这种真实痛点 快速的占领市场份额 是这一到两年 移动网络电台的这种 重点的发力的地方 那么最后呢 还是留一个思考作业 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是移动电台APP的产品经理 你将如何打算 规划自己未来的产品发展 你可以把自己设想成为 喜马拉雅FM的产品经理 也可以把自己设想成为 荔枝或者蜻蜓FM 这个产品经理 你打算一下 如何你是他的产品经理 你将如何规划 自己产品未来的这种发展方向 如何在竞争当中 取得自己的优势 好 以上呢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热门产品分析 这整套系列课程 也欢迎大家在麦子学院里面 收听超代老师的其他相关课程 好 本次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课再见